那麼烏克蘭呢 這個俄羅斯打他 到現在沒打下來嘛 所以美國陸戰隊 司令伯格上將就說 這個讓大陸看到 不敢輕舉妄動 不敢立即攻台 不是說不會攻台 是不會立即攻台 因為登陸能力還不夠 他說因為陸戰隊搞兩棲作戰 他說兩棲作戰 是最複雜的這個部隊 登陸是最複雜的 你陸打陸 俄羅斯打烏克蘭 過了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但是要渡海 130公里的台灣海峽 再上來 後面的補給 能不能來得及等等 他說非常困難 那事實上呢 180公里了 事實上 台灣也是靠台灣海峽 這個屏障 否則當時蔣介石 就被攻打進來 還不得到現在了 那 的確啦 我想大陸 全世界都在看這個戰爭 要打多久 打的情況怎麼樣 一再看 那現在就擔心台北 我剛剛講 擔心台北 勞工打台北 所以呢 現在就是說 海龍蛙兵 海龍蛙兵看起來是部署外島 那現在都要搬回台北 外島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金門矛盾那麼重要 台北才重要 台北拿掉就完了 所以趕快回來回防台北 以前為什麼放到外島呢 到大陸去比較快 我覺得 就那邊以前還聽說 挖人去割人家耳朵 殺死一個把耳朵拿回來 就可以有獎金什麼 水鬼摸來摸去這樣 所以當然你說台灣油 從金門馬祖油那邊比較快 或是蒐集情報了等等 那現在也不搞這個了 回防吧 但是呢 官方擔心說 錢會減少了 錢會減少 因為以前當兵很怕到外島 現在好像聽說 他們說到外島 也很舒服也不怕 交通也方便等等 所以這大概少兩萬多塊 少不少錢 那所以呢 水鬼 因為挖人又叫水鬼 你看要把它打扮成這樣子 然後呢 全身抹黑黑的 做這個 漆敵 那另外呢 因為會損失哪些錢呢 會損失這個 港琴的 就是在海上的琴舞的加急 也會損失外島加急 這兩個加錢 我看一個九千多塊 加一個一萬兩千多塊 加起來兩萬多塊錢 那對他來講 薪水沒有多高 一下少兩三萬 其實比率算得很高 所以他們會 而且挖人那麼辛苦工作 受訓的人多苦 那海龍挖兵 他們是特種作戰 滲透突擊擊殺 反恐訓練 反截擊反截船 然後呢 反特攻反斬首 現在回台灣就要趕這個 反特攻反斬首的工作 那麼另外呢 這個 剛剛講嘛 一個一萬兩千多 一個九千七百多 所以加起來 這個兩萬多 兩萬多一點點 那但是呢 因為美國叫我們 興建 在金馬興建呢 這個金馬澎湖 突擊艇碼頭 幹嘛 是要突擊大陸 你知道嗎 老共你打台灣的時候 我的挖人就打你 把你 斬首你 所以呢 要搞一個突擊艇碼頭 這花了好幾億啊 現在 好像看起來 如果回來就用不到了 那海龍挖兵到現在為止 不到四百人 另外呢 海陸兩棲 徵收到的百人 海巡特勤隊百人 海巡特勤隊 這個當然 戰力沒有他們強了 那特別是挖人戰力特別強 現在在金馬馬祖澎湖 然後他們有成功艇 海龍艇 到底情況如何 他們說打台北有五路可以進攻 這個 一路就從金山萬里那邊 八菸古道進來 然後呢 我看在這裡 一路呢 剛剛講說 這個金山八菸陽明山 直到這個大直 另外呢 基隆河淡水河 是從河口進來 另外從基隆 然後呢 經過萬瑞 快速道路進入臺北 另外呢宜蘭透過血稅 進入臺北 大概五條 反正都是港上來以後 再到臺北來了 大概這樣 在金門有看到蛙人嗎 當然有啊 我去前年中秋節 還跟他們一起 度烤肉 度中秋 對 跟他們都很壯 壹個都當然非常好 對 而且他們受過的訓練 以前常常很多 觀光客去金門的時候 觀光客 反正有人去金門的時候 他們表演 在沙灘上面翻滾 然後搭在上面踩上去這樣子 表現他們撞那個戰力 很有戰力 剛剛看到江啟成主席 他本身也是在金門 1996年那個台海危機 他就是海龍部隊 他就是在金門 那現在這個訊息要從幾方面來講 第一個就是在2020年1月的時候 那時候國防研究院有出過一個 就是他們一個相關的這個報告 他們那時候就說 就現在不是說這個兵要撤回來嗎 就現在要提這個海龍部隊要撤回來 守在這個淡水河 然後記得那個時候 國防研究院就說 如果兩岸萬一台海有事 如果兩岸發生戰爭 那第一線在哪裡 現在我們的政府已經把第一線放在澎湖 你看現在那個飛彈啊 什麼戰鬥機啊 IDF什麼全部都是在澎湖 那金馬怎麼辦呢 裡面還寫得很清楚 事實上我們那時候看是蠻難過 在國防部問過他們 他們說金馬必須獨立作戰 獨立作戰 因為就是實際上政府鞭場莫及 等於放棄金馬 基本上就獨立作戰 自身自裂 自己保護自己 自己保護自己 那所以其實 其實老美對我們也是這樣 老美說兩岸打仗了 你才能自主保護自己 問題是美國共同不同國 不是美國共同國 我們是臺灣跟金門馬 不是同一國 中華民國 所以那時候看到那個報告的時候 我心裡是蠻難過的 對 他的戰略 那他為什麼這樣想 其實是因為 其實如果從大陸的 要攻擊的角度來看的話 現在如果要攻擊 的確的確為什麼 現在都擔心的是斬首這個行動 所以他們會跳過金馬認為 我個人也是這樣看 如果你你如果打金門馬 我們打我們說金門 你經過金門 你我們要抵抗 對不對 也會抵抗 抵抗也要幾個小時半天 那這樣是不是多增加這個時間 多增加這個臺北這邊 臺灣就知道了 對 美國這個航空 不過他在對面部署的時候 去臺灣就應該也知道 部署是部署 當你開始攻擊 如果你先攻外島的時候 是不是會 你說抵抗半天也要吧 對吧 不管怎麼樣 頑強抵抗或者是怎樣 那一定會 一定會的嘛 一定要抵抗 那也會增加那個時間嘛 增加這個臺灣這個部署 直接打算了 他斬首行動 所以他們才會有這個提議說 要把海龍這個拉回來 那問題是這個拉回來 這個想法非常的奇怪 海龍部隊現在在全國 在這個金門有兩個連 一個是這個營部連 一個是一連 那營部連主要負責管理勤務 那一連的話 主要負責一些這個 就是偵查的相關的這個任務 那當然馬祖以前有兩個 現在只剩下東 好像剩東營嘛 然後彭武也有一個連 好 問題是海龍部隊 他的作用 他的訓練的目的是什麼 他叫做兩棲徵收嘛 徵收營嘛 所以他們的工作是去 遺錢徵收 就是如果要打仗的時候 他們是先發部隊去徵收 去前面偵查情況 讓後面的大軍知道說 前面可能有什麼情形 可能會發生什麼情形嘛 那他們現在把他拉回來 淡水河 因為淡水河對面 淡水對面是巴黎吧 不是中國大陸 所以他這個 敵型徵收的功能就沒有了嘛 對吧 他們的工作是在做 搜查 徵收敵型的這個工作 不是在做大軍入境的時候 這種在在這個 這種這種 抵抗這種工作 他們的訓練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那個 海軍陸戰隊是主要是在 海陸 海陸還是另外 海陸主要是在高雄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整個 這個部署上對原來他的軍種的 這個當初的目的 是不是變得非常這個奇怪 難道他們的訓練的 這個內容要更改嗎 那不要說 更不要說這幾年已經投資 很多新的一些設施在裡頭 然後更另外的問題 當然是因為現在 比如說海龍部隊 這些蛙人 他們已經是 事實上都沒有滿 在我們基本上 兩個連都沒有滿邊 沒有滿邊 八成了 先說八成 招不到足夠的員 對 可能是招不到足夠 也可能因為訓練很辛苦 可能現在也不容易招到人 那而且那些人 我那時候跟他們 烤肉上都是膝下帶拳 很多都在金門有落地生根 我們都跟小孩子家屬一起烤肉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